神奇妙的工作 神做的工作是很奇妙的 我们今天特别会看保罗 保罗他的生命是真的神很大工作 但他是有很多地方跟神的配合 以至神的计划成就 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经历圣灵 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分享 如何经历过神的平安 兴散、喜乐、释放重担、烦恼、医治、安慰 我们都经历过 问题有多少人回应 正如耶稣医治十个大麻风病人 但真的过来多谢耶稣 我希望在我们的群体 训练更多人是真的被神使用的 这里看到的图画就是 涉及保罗 他本来是追杀基督徒的 迫伯基督徒的 怎知道他见到耶稣之后 他整个生命被提升、被改变 然后他去到不同的地方传人福音 神是很大的使用他的 在这个时候 接着我就会有一些的影帖 他就跟他说了 你有什么经历呢? 有什么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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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意见到 我感觉我的脖子没关系 他觉得他的脖子没什么脖子呢? 有什么经历呢? 有什么经历呢? 他感觉他哭不哭了 就是经历到神的爱 让他感动呢? 而且不好的東西走了 不好的感受都走了 所以你知道耶穌是非常好 那是美麗的 你有在家祈禱嗎? 因為我聽到祈禱三次 我就問他你回家有沒有祈禱嗎? 有甚麼經歷嗎? 你只會回家祈禱嗎? 感受到安慰和舒服 所以你能夠祈禱嗎? 我就說你自己可以祈禱 但我會解釋 但有更多人為祈禱 他經歷是多些 但他本來都會失去 沒有補給我 而有些事情會有些好事 對 讓我為祈禱時 有些東西好理人就不會發生了 好 這當作寶佛 讓他去追殺 這個圖文 這是一些影片來的 大家看到在YouTube 你可以選擇有字幕 也有字幕的 這是古龍的一個影片 Soul Soul Why persecutest thou me? Who art thou, Lord? I am Jesus Who now persecutest It is hard for thee to kick against the priest Lord What will thou have me to do? Arise And go into the city And it shall be told thee What thou must do And in eyes Behold I am here, Lord Arise And go into the street Which is called the street And inquire in the house of Judas For one called Saul of Tarsus And behold he prayed And he hath seen in a vision A man named Adonai is coming in And putting his hand on him That he might receive his sight Lord I have heard I have heard by many of this man And a chief And he hath took to thy saints in Jerusalem And here And here Here he hath authority from the chief priest To bind all that call on my name Go that way For he is a chosen vessel unto me To bear my name before the Gentiles And kings An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I will shew him How great things he must suffer for my name's sake Brother Saul The Lord The Lord Be filled Jesus That appeared unto thee in the way As thou camest And sent me That thou mightest receive thy sight And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Brother Saul Receive thy sight Tai fan Alright Shape 這個地方是不受洗的 這個是另一個影片 有些地方不太準確的 Soul Soul Why do you persecute me? You are you I am Jesus Will you persecute? 你所迫伯的耶稣 這是另一片片的影片 那個表達是很不同的 他這裏是講的不信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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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我做甚麼?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這裏是很真實 即是好像他在喊 你向大巴士 You will be told what to do 你就會有人想你會做甚麼 這個影點可以看到耶稣的能力 不過他的反叛應該不是這樣 尚文 救命 救命 我們看到保羅的生平 大家一起讀他的生平 為甚麼 被主透徹更生 與主同死同活 將福音帶到多國 他得啟事寫一本身約 殉道被斬 保羅的生命 他被主完全改變 他是初頭迫伯耶穌 迫伯基督徒 然後他與主同死同活 即是真的信耶穌之後 整個生命獻給耶穌 他又將福音帶到很多國家 是因為他的緣故 很快的福音帶到歐洲很多地方 而且他得到啟事寫新約聖經的一半 而最後他是殉道被斬 死的 這裏在圖片裡 大家可以看到他 初頭迫伯基督徒 見到耶穌的顯現 又被捉去坐牢 這裏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石的箱 寫著 就是Apastoral Matter M-A-R 即是殉道者 他們覺得這裏是說到保羅的 即是保羅的骨 但他裏面已經沒有東西 但他可能起初是裝了這些保羅的骨 亦曾經有人從他身上拿手巾 可以放在人身上 得到醫治 這個圖和這個一樣 即是都是被斬伯的神 保羅的改變 首先是主要向他顯現 他三天三夜 即是不能夠吃不停 不能夠喝 他和眼睛瞎了 他不能夠喝不能夠吃 有什麼後果呢 甚至叫他降伏和討告 他三天在那裡討告 有阿勒尼有見異仗 蘇羅同時也見到異仗 即是兩個同時見到異仗 他願意放下以往的傳統 由忠心傳道至於死 即是他的生命 是由一個迫伯基督徒開始 然後在他眼瞎的時候 祈禱禁食 神就改變他的生命 我們一起讀一下 《摄羅人傳》九章一節開始 蘇羅仍然向著門徒 口吐威嚇兇殺的話 去見大祭司 求聞書給大馬式的國門堂 有時抓著信奉這道的人 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 帶到耶路撒冷 這裏就講到他迫伯基督徒 能夠得到這個權定 可以將他捆綁 帶到耶路撒冷那裏 第三節 蘇羅行路將到大馬式 忽然從天上發光 四面照著他 他就仆島在地 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蘇羅 蘇羅 你為什麼迫伯我 他說 主啊你是誰 我就是你所迫伯的耶穌 這裏就很簡單 講到保羅的改變 就是他忽然間 天上有大光照耀他 他就仆島在地上 所以第二個影片 不是很準確的 他還在反抗 他根本是 即刻已經沒有能力反抗 然後有聲音對他說 蘇羅 蘇羅 為什麼你迫伯我呢 他說 你是誰呢 耶穌就說 我就是你所迫伯的耶穌 在這裏看到有些什麼神的屬性 很特別的一起讀 神不介意蘇羅 逼伯他 神簡選蘇羅 向他顯然 神更生蘇羅 就是神不介意 雖然他逼伯耶穌 但是他不介意 祝福他 然後他簡選他 向他顯然 又更生他改變 然後又跟著他更生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他們求問 神你是誰呢 他們真是見到儀仗 見到耶穌 以致帶來很多人信耶穌 我自己親愛一個 是涉錄了 他就說 他是見到 開眼見到耶穌 他不是發夢 有些是開眼見到耶穌 有些是發夢見到耶穌 那他是信了耶穌的 那個人是在香港的 真是神是會挑選不同的人 其實我們個個經歷不同 不是個個都見到耶穌 但我們很多人都經歷到聖靈 我希望大家都會 真的好像保羅那樣回應 又知道神在我們生命都有奇妙計劃 我們個個都有奇妙計劃 我們個個都可以被神使用 首先看到那些影片 其實我不是全部 我只是有兩個影片給大家看 還有其他人為他祈禱 都在當時經歷精力 希望大家看到神的真實工作 我們都願意被神改變 又被神祝福 神就是一個不介意我們以往多少失敗 多不好 做得多不好 神都一定有能力去幫我們 只要我們回應神 神一定祝福 有很多人就說 我太差了 神不會選我的 但聖經不是這樣說 聖經講到 神是 其實被召的人多 損上的人少 他呼召很多人 不過很多人願意跟從 個個他都去呼召的 神去呼召我們 所以你感受到神跟你說話 感動你 譬如聖經的弟兄分享的時候 說到他 雖然他有拜不同偶像 但他依然有這種意念 想去跟從耶穌 這就已經是神的呼召 有神的呼召 即是神是愛你 和想拯救你 就不是我們不夠資格 我們個個都不夠資格 但是神依然選我們 接著第六節開始 《起來進成去》 《起來進成去》 《你所當做的事》 《必有人告訴你》 《同行的人站在哪裏》 《說不出話來》 《聽見聲音》 《卻看不見人》 《素來從地上起來》 《增開眼睛》 《景不能看見什麼》 《有人拉他的手》 《領他信了大碼式》 《三日不能看見》 《亦不吃亦不看》 這裏耶穌就跟他說 《你進成去》 《你所當做的事》 《有人會告訴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裏》 《說不出話》 《又聽》 《聽見聲音》 《看不見人》 《素來》 《起來的時候》 《打開眼睛》 《甚麼都看不到》 《有人牽著手》 《進入大碼式》 《三日不能看見》 《也不吃也不喝》 《也不喝》 我們看到什麼 神的屬性一起讀 神更生素來 神令他眼合何不吃喝 神叫素來天卑 就是他更生他 將他改變 當他聽到聲音的時候 他是願意給神使用的 而神也都叫他眼合 讓他知道 雖然他很熟悉猶太人的律法 很跟從受法裂賽人的訓練 但是神讓他知道 他其實是沒有走到真理上的 他還未認識耶穌 還未得到耶穌的救恩 令他眼合和不能夠吃東西 就叫他謙卑下來 然後神向阿拉利亞和蘇羅都同時 顯然有不同的異象 一起讀一下 第十節開始 當下在大馬式有一個門徒 名叫阿拉利亞 主在異象中 對他說 阿拉利亞 他說主我就是者女 主你他說 起來 往直階去 再由帶的家女 訪問一個大素人 名叫素朗 他正討告 又在異象 對不起 又漢見 這個我加上去 漢見 一個人 名叫阿拉利亞 盡為漢守在他身上 叫他能漢見 這裏有雙重的異象 在大馬式有一個門徒 叫阿拉利亞 主在異象中 他說 阿拉利亞 他說我在這 主要我在這 主對他說 起來往直階去 講明哪條街 去直階那裏 在猶大街裡 訪問一個大素人 名叫素朗 他正在祈禱 他說 你去找一個人 這個人正在祈禱 中文聖經就沒有講到異象 原文是有這個字的 他就看見一個人 叫阿拉利亞 即是素朗 會在異象中看見一個人 叫阿拉利亞 盡來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夠看見 其實我解釋 他不是普通見到阿拉利亞 而在異象中 我解釋他在異象中 看見阿拉利亞 叫他來按手 叫他能夠祈禱 叫他能夠體見 這裏看見到什麼呢 就是他正在討過 即是他那三天的時間 他沒有食沒有飲 就是在祈禱的 在那裏悔改 神改變他的生命 然後他在祈禱的時候 他就見到阿拉利亞 為他按手祈禱 叫他能看見 這裏我們看到素朗的回應 很多人經歷聖靈 只是經歷了 然後回家又忘記了 當然你說 他瞎了 瞎了當然要去思考 但是 不是每個人瞎了都會思考 有些人瞎了 可能就在埋怨 為何神會這樣做 為何你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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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你會埋怨 但是他預備好他的心 祈禱 然後神就讓他看到異象 在這樣祈禱的時候 看到異象 阿拉利亞來為他祈禱 按手叫他能夠體見 這裏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一起讀 神在異象向阿拉利亞說話 神也叫蘇羅見到阿拉利亞 神配合兩個人 即是神在異象中向阿拉利亞說話 又叫蘇羅見到阿拉利亞 即是配合這兩個人 兩個人都見到對方的異象 第十三節 阿拉利亞回答說 主呀 我聽見許多人說 這人怎樣在耶路撒冷 當多個武害給你的聖徒 並且他在這裏 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兵 品綁一切 求告你明的人 主對阿拉利亞說 你管子管去 他是我所簡說的器人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為我的名必須受他的苦難 在這裏我們見到 阿拉利亞就很擔心 主呀我聽見很多人說 這個人為何在耶路撒冷 苦害很多的聖徒 並且他在這裏 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兵 可以捆綁一切求告你明的人 捆綁基督徒 主對阿拉利亞說 你指管去 他是我所簡選的器名 很特別的 神簡選這個人 是迫伯基督徒的人 但是神簡選他 有些人說 為何神不簡選我做這個位分呢 其實每個人不同的 當這個人是好討的時候 神一定可以提升 因為每個人 神都有其餘的計劃 去到多少呢 就在乎我們的回應 耶穌羅真是他回應的 神是得而請我簡選他做神的器名 其實我們很多個都是 不過我們有沒有進入 你肯進入 你就能夠給神大大使用 起碼在這裏 每個禮拜幫助一個人 過個禮拜積聚慢慢 你越來越多經驗 你將來就可以幫到更多人 我們這裏每一個都可以 我希望大家渴無這件事 而不是只看著 哎呀我好慘啊 哎呀我好苦啊 我好多困難啊 我搞不定啊 其實我們注目在那些困難 永遠都搞不定的 但我們注目在神 神就會一步步提升 神所簡選的器名 在外邦和軍王 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神可以使用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 或者在香港去影響不同的人 我已經指示他為我的名 必須受許多苦難 耶穌已經指示他了 他會受很多苦難的 好了這裏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一起讀一下 神能改變迫白者 神簡選素羅 神叫素羅謙卑 即是迫白他的人 神可以簡選他 改變他 神就簡選了素羅 然後他叫他謙卑 但是素羅本身也是 他真是回應神 好了 這裏就是祈禱的過程 十七節 阿拉利亞去了 進入那家 打手按在素羅身上 說 兄弟素羅 在你來的路上去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打法我來 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活 素羅的眼睛上好象有淪 立刻掉下來 他就能看見 於是起來受了洗 這裏就是講到阿拉利亞去到 按手 為何要按手 為何不要不按手呢 其實聖經有講到有些不按手的 聖經也有講到按手的 譬如耶穌那個十二年血流婦人 摸一摸耶穌的衣上垂子 立刻他就得意志 這個就是身體接觸 還有很多人想摸耶穌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 說到很多人想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醫好他們 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八章 就是講到十二年血流婦人 這兩個經文告訴我們 原來接觸耶穌是可以經歷能力 而我們今天神都給我們這個權命 可以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了 所以這個都是同樣 耶穌有這個權命和能力 我們都有 當然沒有一個人 好像耶穌那麼被聖靈充滿的 所以門徒都不能夠趕出 有個癲諫的邪靈 但是耶穌就說 你禁食討告 都能夠趕出這個鬼的 我們其實有這個權命 但是每一個人領受的聖靈充滿是不同的 只要我們肯真的毀生 處理生命 放下垃圾 不要再想垃圾 那些人說什麼也不要緊 那些是一個假象來的 在神的永恆的計劃 這些是假象來的 你觸實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就很真 當你看著耶穌 耶穌就將這些一切問題 什麼問題都全部逃沒 完全不能夠影響我們 但是很多人就看著這些問題 他就不能夠釋放了 但是保羅有很大的改變 他在他身上 即是我們有這個權命 按手在人身上 但首先我們得潔淨 我們潔淨之後 為人按手祈禱 然後就告訴他 在你來的路上 向你顯現的主祭耶穌 打法我來 叫你能夠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不單止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然後他的眼睛就有鱗片掉下來 他就立刻看見 就起來受了洗 立刻生命改變 我們跟著讀一讀神的屬性 神使用阿拉利亞按手 神叫素來被聖靈充滿 第一個就是使用阿拉利亞 神可以使用人 可以使用我們 神個個都願意使用 他又叫他被聖靈充滿 然後呢 阿拉利亞了 信復主 即他就信復主去做了 跟著到蘇羅 蘇羅改變了 第十九節 吃過飯就天葬了 蘇羅在大馬式的門徒 同住了適日子 就在國會堂裡宣傳耶穌 說他是神的兒子 凡聽見的人都驚奇說 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 不是這人嗎 並且他到這裏來 特要捆綁他們 帶到祭司長那裏 但蘇羅愈發有能力 駁倒住大馬式的猶太人 證明耶穌是基督 然後我們看到蘇羅 立即改變 在這裏 住了些日子 在加拿太書 他又說到他去阿拉伯 但這個日子 似乎不是那段長的時間 他可能後期 他去阿拉伯 再加一個長一點的時間 在這裏是一個短的時間 他就開始在國會堂裡宣傳耶穌 說他是神的兒子 如果大家認識一些人 他信主的改變很大 他就開始傳福音 開始告訴別人 不過很多基督徒 經過傳福音之後 又失敗就放棄了 我希望大家 在心裏 其實我們經常聽見見證 這些人改變 我們就是神 你既然這麼大改變 這些人都可以改變我們 我希望我們有這個渴慕的心 如果你真的學習 去為人討告 你更被神使用的時候 你帶到更多人 信主或者改變 你就 第一 自己真的說 耶穌這麼真 第二 你會有信心做更大的事 就像我自己一樣 都是初頭 為一些人祈禱 看見他們改變 然後我就說 原來這麼好的 我就整個教會人 逐個逐個為他祈禱 然後在外面為人祈禱 然後他就宣教的地方 即是一路一路擴展 並且後來神給我擴展 就是去幫助牧師全路人 因為他們的影響力更加大 我信心的時候 他們都被改變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就由你現在開始改變 放下一些問題 放下一些煩惱 靠著耶穌 但是首先我們處理生命 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那些人聽見很驚奇 嘩 殘害在耶穌山 殘害受 基督徒就是這個人 並且他們在這裏 特別是要捆綁他們 帶到祭司長那裏 但是蘇羅 愈發有能力 博賭 有能力 即是有信心的能力 有說話的能力 也有神跡歧視的能力 因為聖經有說到 他有神跡歧視的能力 但這裏特別是說到 他博賭 說話博賭 住在大麥式的犹太人 證明耶穌是基督 這裏說到證明耶穌是基督 這裏說到證明耶穌是基督 這裏說到 因為舊約聖經有預言到 他就說到 舊約聖經如何應驗在耶穌身上 所以耶穌就是 舊約所預言的救主 基督了 這裏我們看到 神的屬性 和保羅的回應 在一起同一 神賜蘇羅勇氣和能力 蘇羅謙卑被神更生 蘇羅馬上勇敢有能力見證 第一就是神賜給蘇羅有勇氣和能力 即是他有勇敢的心 和能力 即是賜給他 改變他 他忽然間有勇敢和能力去駁到人 即是神賜也沒有用 他一定要自己改變 蘇羅謙卑被神更生 然後蘇羅馬上勇敢有能力見證 即是他自己謙卑和渴慕 有很多人很喜歡跑聚會 和找很多人去祈禱 但自己不負責任 這樣的時候他的生命改變不大 但如果我們肯被神改變 然後我們付出代價的時候 我們生命就會被提升 我們就可以進入更高的領域 其實任何一個都可以的 你和教練講 你都可以被聖明充滿 你都可以 鼓勵你都被神改變 你和教練講 我鼓勵你都被神改變和洗腦 我都可以進入這個計劃 如何進入這個計劃 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保羅所講的 所以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現象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是神所欺的 你們如此是夢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今生而變化 叫你們猜驗何為神的善良順全 可以祈禮 在這些經歷我看到神有個完美計劃 但這個計劃如何進入呢 第一就是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際 將我們的生命獻上 就是神啊 我不再注目看這個世界 不再注目看困難 因為其實困難不是令我們死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在這裡 是現在被人逼到要死的 我們逼迫 可能被人說一些說話 說一些不好聽的說話 做一些行為 但那些人不能夠攔了神的計劃 我們將身獻上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受到的影響 我們當作活際 這樣做是聖結的 是潔淨的 是神喜悅的 神所喜歡的 我們如此是理所當然的 神救了我們 而我們想被神提升 一定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因為世界的人追求錢 名利 被人看重 被人接立 被人讚賞 或者是能夠很快找到配偶 其實很多時候很快找到配偶 並不代表一定是更加好的 很多未結婚的人 就會猛地想進入婚姻 結婚的人 就猛地想出一個婚姻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覺得婚姻很痛苦 其實不一定有婚姻就是好的 不可以效法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不是 很多地方是不好的 但我們可以在這個世界裡 有影響力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是 心如何被神改變 不再看這個世界 而是看神 我們的生命就有力 每天讚美神 你就有力量 我一信耶穌 我就立刻用一些詩歌在家裡 就唱 經常都唱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一路唱讚美詩歌 你會注目在神那裡的 現在有YouTube YouTube是很容易的 你經常幫助 你都可以下載 原來有個方法很簡單 你在YouTube有個連結 你在YouTube那個字前面加兩個S 然後你click 它就會下載在你的電腦 手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能都可以 你下載了 你就可以重聽那首歌 如果大家不明白 你可以再問我 在YouTube那兩個字前 加兩個S 你就可以click它 它就會下載 我們就不要下載這個世界 心意被神更生 這樣就能夠察驗神的善良神傳 可以起源的旨言 生命被神更生 改變提升 不只是經歷勝利 經歷勝利 經歷勝是一部分 但我們會繼續為你祈禱 但這個祈禱之後 你怎樣改變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一起讀一下 神有完美的計劃 我會完全獻上自己 就能進入最完美的計劃 這個完美的計劃 不只是包括 你怎樣侍奉神 包括你的工作 你做事做得好不好 其實神會賜給人聰明智慧 你做什麼都做得好 那你現在未夠好 譬如你想去到這個位 你現在在這個位 不要想著一步登天 我現在這個禮拜 萬一祈禱 萬一倚靠神 萬一我就去到那個位 未必去到那個位 可能一段時間 在我經歷勝利充滿之後 十年 神都沒有由我全面性發揮 十年之後 我就能夠全面性發揮 在這十年 神教導我怎樣處理生命 操練生命 以及怎樣親近神 這些都是一個過程中 我們需要經過的 所以在這個困難過程 不要說神 你都不理我 這個過程是一個操練的時間 一個建立我們的時間 即是想進入這個神完美計劃 一定是需要磨練和操練 讓我們的垃圾、雜質、清除 讓我們深處為神 我們才能夠避神 能夠在一個活際 神就起悅了 這個活際神所起悅的 幫我祈禱經歷聖靈的 這個就是安卡羅 安卡羅 他是經歷聖靈 一起做了強烈的憐憫 更生烈角 他是很強烈的憐憫 很… 當我有一次跟他一起吃飯 一班人一位桌吃飯的時候 我問他什麼問題 為何有聖靈欣高 他回答我就是憐憫 那我想問你 你怎樣祈禱啊 他又是憐憫 而他為當時有個基督徒 他想為他的太太祈禱 他一為太太按手 那個太太哭到他的口都 歪了 歪了 而我同時也感受很強烈的愛 充滿整個房間 我立刻一邊哭一邊哭 哭到他離開房間 他為每一個人祈禱 即是他憐憫的恩高是很強的 我見過他不同的聚會 他每次都是這樣的 很多暴露家 一些人騎空就走 他不是的 他不斷逐個去找 逐間房去找 那時候他在聚會那裡 他就看著他入間房去找人 也都試過在球場 我見過他去領聚會 他就在球場一邊走一邊走 去找那些人 他是阿根廷人 我一起讀一讀他 他是生意人 他是暴露家安卡羅 聽到主耶穌說 將你的心給我 我將生命給你 他在聚會裡面 他聽到耶穌跟他說 他就大哭 他本來不哭 十天後討告時 經歷亂流 我大臨又說謊言 即是十天之後 他在祈禱的時候 就經歷到 他那十天當然有祈禱 又在那十天之後 他當時在聚會 他就很感動 本來他是不哭的人 當時來說 因為在聚會之後 領聚會的人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你不如為阿安卡羅按摩 按摩的人很樂意 他的肌肉很硬 他是一個很強的人 但他居然在聚會的時候 他就哭得很厲害 十天之後 祈禱的時候 會經歷亂流神的能力 和大能力 又能夠說謊言 有些人說 我未有謊言 你多親近神 你會遲早一天 會經歷到 繼續 他覺得 他覺得 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他與人握手 人也感受 電流 或有邪靈彰顯 後來他經歷四年之後 跟人握手 他們都經歷到電流 或者邪靈彰顯 神給他的恩公 他也是很毀身的 他是街上的人 哭 對人有大憐 這個是很特別的 他見到街上的人 他就哭了 即是他這種毀身 然後去醫院為人討告 多人得意 他直接去醫院 是為人們祈禱 很多人得意志 繼續 一起讀 他的報道會 有時有六十天 為每個人按手祈禱 他去全世界各地 他真的很毀身 他走時領聚會 六十天 連續 曾經在香港 有不同的人 走到阿根廷參加他的聚會 後來 邀請他來香港 下面 他對神有強烈的回應 你願意怎樣回應 他就是一個好例子 他真的很毀身 給神使用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做安卡羅 但每個人 神都可以大力使用 你 你就不要說 我現在很煩的 我很軟弱的 能力不在我們身上 只要我們轉為神的身上 親近神 我們就整個生命都改變 如果你經常都說 我沒有用我 真的就是沒有用了 這就是成為一個 這個叫做self fulfilled prophecy 自己應驗的語言 就是怎樣呢 我沒有用我蠢 這些是我們不應該說的說話 因為他會真的自己應驗的 所以我們好像耶穌 保羅所說的 加拿太書二章二十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節架 一起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節架 現在會穿的 不在是我 但是基督在我裡面會穿 基督很樂意 神的屬性是什麼 一起說 基督樂意住在我們心中 我們自己怎麼反應呢 我們放下自我和罪 就能由神掌管我提升生命 我這次耶路撒冷都見到這幅 不過這是我們之前 已經下載了的圖畫 就是耶穌背十節架 跟著很多人背十節架 跟從他 願意為生 很多人解釋背十節架 就是受苦 但是其實耶穌所 保羅所說的 與基督同釘十節架是什麼意思呢 就不是我會穿 是耶穌會穿 即是他將那個重點 這裡的經文重點是 主耶穌作主 我讓祂作王 我聽完祂說 給祂帶領 這就是背十節架 但很多人 背十節架就是受苦 即是將重點轉移去受苦 受苦是背十節架其中一部分 但是背十節架最重要是什麼呢 是毀身 給神改變 我主權是耶穌的 耶穌帶領我 這才是那個最重點 而保羅本身是怎樣呢 他受的苦 他毀身的程度 波羅多後書 十一章二十四節一起讀 被猶太人邊打五次 每次四十減它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頭打了一次 遇著船外三次 一走一夜在深海裡 賈弟兄的危險 還有為宗教會掛心的事 天天壓在我身上 他真的經歷很多的困難 他不是容易 所以我們有些人說困難 你看一下和他比較一下 他邊打五次 大家有幾個看過壽難曲 羅馬的邊尾很多時候 帶著石仔或者金屬打下去 耶穌就是被打四十下減它一下 即是三十九下 但保羅是五次 當然是否好像壽禮曲那個打到這樣 我不知道 到底會打神怎樣 我不知道 但你想一下五次這樣打法 然後被棍打三次 石頭打了一次 那些人還以為死了 怎知道他又起床走了 這個是神的特別的保守 船外三次 一週一夜在深海裡 假帝兄的危險 和為宗教會掛心的事 天天壓在我身上 即是其實 保羅有沒有原因去煩惱 保羅有很多原因去煩惱 我這樣侍奉 這樣被人打打 打到全身都痛了 你看一下 打完全身痛 坐又不行 睡又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到處睡後都有傷口 但他沒有去埋怨 他依然是這麼毀生 他選擇輕看萬事 所以我們看到為什麼 保羅的生命提升 為什麼這麼多標途的生命 是這麼軟弱 兩條路大家走 上一條路我希望大家走 一條路 一條路 恆復和討告 放下救我和世界 獻上自己 進入神奇妙計劃 想進入神奇妙計劃 一定是這樣 康復 神是你做主 和討告 放下救我和世界 我的老我和這個世界影響 將自己獻上 就可以進入神的計劃 下面那個我讀 你不要讀了 就不應該做的 不看重神的工作和救恩 注目在困難 人的問題 被罪和情緒影響 軟弱無力 活得痛苦 上面就是有親近神 有親近神 有靠著耶穌得性 現上自己 就愈得神的喜 要親近神 又給神使用 去侍奉神 但下面又怎樣 不看重神 很重要 有很多人 我有帶領祈禱 一起投入祈禱 祈禱 他開始打開啞 坐下 看看東 看看西 或者聊天 因為他沒有看重神 其實很多人有這麼多問題 因為他沒有看重神 沒有看重神的工作和救恩 注目在困難 哎呦很煩惱 人對我不好 還有人的問題 每個人都有 但是注目在問題 一定是不好的 那些問題不會治好我們 一定是破壞 被罪和情緒影響 軟弱無力 又活得痛苦 你喜歡痛苦又開心 還有有果效 我希望大家用這幅圖 來提醒自己 神啊你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這個是Tex受洗的時候 我們有些人一樣 有些人不同了 我希望我們都是 其實 這個代表我們 雖然這個樣子不同了 我們找機會一起 又會再拍照 希望我們真的可以 大大給神去提升 大家想不想 其實不難的 在這一陣子我們一起起來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你都可以 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我都可以 我們一起起來 我們在神面前 我們向神講說話 神啊求祢憐憫我們 求主耶穌憐我們 祝福我們 求主耶穌更生我們 幫助我們 好像保羅 他如何被耶穌更生改變 他立即回應神 幫助我們好像安卡羅 當他經歷聖靈的工作 被神的改變 他就很毀身 很毀身去為人討告 去到醫院 後來 帶領很多的報道會 我們看到神 你如何大大使用他 你都可以使用我們 你很想提升我們 雖然不是我們 每一個都是做傳導人 但我們每一個都是權證人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 帶著聖靈的能力 每一個都可以被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 不只是被人討告 經歷聖靈 而是保持跟神的關係 處理生命 不注目在人身上 不去猛想 人如何對我不好 不去對人敏感 而是注目在神身上 神一定幫我們 神一定提升我們 神一定大大的提升我們 將我們放在盆石上 將我們高舉 叫我們成為尊貴的人 多謝天父 可就吸引你們 可就吸引你們 最後一所為我們 你做無論如何